56个民族 56枝花 在我们四川呢 其实也是一个多民族的聚集地 有很多的民族 大家知道有多少个民族 在我们四川聚集生活的吗 很多很多 十多个吧 我觉得最少也得有三十四十个吧 我觉得应该就是十个左右吧 我猜十八个 告诉大家 也许你可能不知道 但是在我们四川 拥有我们中华大地的所有的民族 太惊人了 所有的56个了 是的 其实在我们四川 确实是多民族的聚集地 那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我们国家每个民族 其实都有着自己的传统的文化 包括你看语言啊 服装啊 食物啊 包括他们的传统节日 说到这个传统节日 每个民族也是各有千秋 大家现在回忆一下 各个民族 他们比较典型的 特色的 传统节日 你知道吗 带族的泼水节 泼水节 赵族有一个那个 就是什么三月三的歌会 有一个藏历新年 那个回族就会有古尔邦节 他们还会有摘月 就比如说太阳出来之前 和太阳落山之后 才能吃东西 但在白天是不能够吃东西 每年农历的十月初一 是羌族最浓重的节日 是羌历新年 遗族的火把节 火把节 好的 那我们本期的万万没想到特别节目 四川名片 就想邀请大家去感受一下 我们神秘而神奇的 遗族火把节 哇 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着我们的镜头 来走进我们美丽的大梁山 遗族是四川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 他们主要生活在四川的大小梁山 而火把节 则是遗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被称为东方的狂欢节 遗族的情人节 遗族的火把节 一般历时三天三夜 分为祭火 传火 送火 三个阶段 第一天 祭火 这一天 村村寨寨都会宰牛杀羊 集体分享 并被酒肉 牛臂膜 送经济火 第二天 传火 这一天 人们聚集在一起 进行赛马 摔跤 斗牛 斗羊 玄梅等活动 而姑娘们 更是身着美丽的衣裳 撑起黄油伞 跳起 躲落河 打体舞 尽情展现着 遗族人 漂亮的服饰与风情 而火把节 第三天的送火 人人都会手持火把 尽先奔走 最后 人们将手中的火把 聚在一起 形成一堆堆 巨大的篝火 大家聚在篝火四周 尽情地唱歌 跳舞 将火把节 吹响光潮 真是忘了没想到 火把节 还有这么多的讲究 你们去参与过 真正的火把节吗 去过梁山 看过火把节吗 我参与过 很热烈的气氛 一族的姑娘们 真的就穿戴好 他们当地的民族服饰 非常的热情 如果说我们这些观众 在周围 他要端着酒过来 跟你一起唱歌 然后敬你的酒 他就是他唱完 跳完 他敬你的酒 他可以不喝 但是你要喝完 特别热闹 我就以为火把节 可能就是 大家烧一趟火 围着喝喝酒 聊聊天 跳跳舞 但是没想到 我们刚才那个片子里面 还介绍 他有借火 传火 等等一系列 非常庄严的这些仪式 好的 刚才呢 大家都说了说 对火把节的这种畅想 也有人是亲自感受过 我去过大梁山 去过几次 那个地方呢 人特别的热情 东西特别好吃 我们这期的四川名片 聊的就是神奇的 遗族火把节 我们的导演呢 不仅去参加了 火把节 同时还走进了 两个普通的 遗族家庭 接下来就请大家 跟随着我们的镜头 来走进这两个家庭 感受一下 两个年轻的遗族人 是怎样筹备 和庆祝 火把节的 又是一个把你灵魂 点燃的契约 又是一个把你双眼 点燃的契约 万万没想到 我们想知道 这里是 梁山遗族自治州 普阁县 再过几天 就是隆重而盛大的 遗族火把节了 那么相传呢 普阁是 火把节的发源地 今天 我们万万求真小分队 将带您一起去 领略一下 火把节的 神奇和神秘 万万求真小分队 拜访的第一位年轻人 叫阿尔有色 今年18岁 和所有的 生活在大山中的 遗族青年一样 有色 对于火把节 有着特殊的 奇迹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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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哎 现场求诊团的朋友们 我的面前摆着几种材料 锅底辉 牛粪 芋头叶子 羊角 玉米面 鸡毛 现在我们的问题来了 究竟哪一种是用在我们遗族火把节的火把上的呢 我知道了 好了 大王说 我觉得不用再多讲了 一定是牛粪 牛粪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粪便里面 又含有很多这个肥料用的那种养粪 就是它可以让这个火就是燃的更烈一些 我猜应该是锅底灰吧 锅底灰 为什么 锅底嘛 锅嘛 又寓意着吃不愁吃不愁穿的 应该有这种寓意在 鸡毛吧 突然 对 我觉得鸡毛应该是鸡毛吧 刚刚不是小片里说了吗 鸡在这个火把节当中 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这么重要的环节 也不应该缺少鸡毛吧 对 反正肯定不是羊角 因为那个羊角太贵了 那个材料太少了 应该就是牛粪或者是鸡毛 这些又便宜又环保的材料 实用 好 现在呢我们的答案倾向于牛粪和鸡毛 大家猜的是否正确呢 在我们著名的传说当中的 遗族火把节的火把上 到底是什么呢 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着我们的镜头 为大家揭晓答案 那么究竟正确答案什么呢 让我们的有色来告诉你 我们用这个鸡毛和那个主管 还有那个火把一起把它烧了 把这个鸡毛也把它发在那个火堆里面 就是为了土豆全家健康 全家的幸福快乐 原来我们的正确答案是鸡毛 把鸡毛扔进这个火把节 专门的火堆里边 不知道您猜对了没有呢 土豆是舅舅花巨资 从越南进口回来的豆牛 一头牛的价格相当于一年的收入 明天有色将和舅舅一道 带着土豆参加火把节的豆牛比赛 他也是有色全家的骄傲与希望 接近傍晚的时候 有色和舅舅将牛赶到了 两公里外的火把节庆典 现场旁的山坡上 今晚他们将在这里度过一个 不眠之夜 一切来就要悉特折 你那天说如今 无恶的旨 对我感觉累 之中 沉下的浦阁县城里 住着我们的另一位主人公 莎莎一家 二十一岁的莎莎是个漂亮的遗族姑娘 由于住的是楼房 火把节的很多仪式都受到了场地的限制 传统的庆祝方式在莎莎一家悄然发生着改变 唯一不变的 是遗族儿女对美的追求和火一样的热情 明天莎莎将参加火把节最隆重的选美 在决定穿哪一套衣服参加选美的问题上 莎莎和父母起了分歧 一套是隆重华丽的遗族婚服 一套是紧凑金干的日常遗装 显然莎莎更倾向于前者 两套服装各有特色 莎莎比了又比 试了又试 迟迟做不了决定 到底哪一套更好呢 夜渐渐深了 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期待 有色和莎莎两位年轻人 在明天的比赛中又会取得怎样的成绩呢 看来我们年轻的莎莎要参加的是悬美比赛 而我们帅气的有色也没闲着 把他们家的那个叫什么土豆 喂饱了把它迁到山上去 因为要参加的是斗牛比赛 大家以前听说过这两个比赛吗 这两个我都听过因为我有遗族的朋友 他们特别我先说说一下那个女孩选美吧 分为第一名是金花 第二名是银花 第三名是铜花 好像是 我一直以为他们是每天女孩都会穿着那样 现在看应该只是重要的节日或者选美的时候才会穿着那样 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遗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 比如他们住在城里 或者随着年轻人 他们觉得传统的文化好像不够时尚 或者是跟自己的生活有点远 但是这样的一种传统的比赛 又跟年轻人生活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他们可以盛装打扮一下 按照自己民族最传统的习俗去参加 倒是挺好的 其实呢不光是短片当中 莎莎穿的那两套服装 在咱们遗族还有很多非常漂亮的传统服装 接下来呢为了展示遗族的服装到底有多漂亮 为大家请来了三位漂亮的小姑娘 一同来看看他们到底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服饰呢 让我们掌声有请三位 好三位美丽的姑娘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美丽的服饰要请大家猜一猜了 到底哪一套才是咱们遗族的服饰呢 我知道我知道 小白 我当时在跳那个舞蹈的时候也是这个背景音乐 然后我穿的呢就是中间那套衣服 我看到那个姐姐的手上有带一个小的一个手环 那个是我有看到过遗族她的那个漆漆 它就是由黑色还有黄色还有黑红色 这种颜色组成在一起的这种 然后我有注意到她那个我觉得应该她就是遗族的 是用了民族的色彩 中间这位是遗族应该是没得猜了 旁边两位我来分析一下 这位这个爱杨林哥近一点的这位姑娘 应该是布衣族的 布衣族 就是通过这个是比较少的 因为穿的是布的衣服 因为她衣服是布的嘛 对 然后应该是布衣族 然后那边那一位呢 就是头发很长很黑的 通过这个黑发来判断 应该是瓦族的 瓦族 因为我们都知道瓦族这个姑娘的头发 特别好 不管男孩女孩她头发都又长又黑 让我分析一次 我觉得可能是最左边那位姑娘 应该可能是遗族 遗族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她拿着话筒出来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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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拿话筒的都是先要先要 哎 那我倒觉得 然后我觉得就靠我们最近这边这位姑娘 杨林哥这边这位姑娘 应该是藏族的 嗯 我倒觉得 这一套应该是藏族的 对 对 很定是 其实我原以为大家很容易可以猜出来 但是没想到现在这个答案 基本都出了 三个姑娘出了四样答案了 你们 到底哪一位才是遗族的服饰呢 接下来 有请穿着遗族服饰的妹妹往前一步 哇 好 那感谢你妹妹 来 首先就有请您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自我介绍一下 嗨 大家好 我是一位遗族姑娘叫谢瑞欣 遗族名字叫黑莫阿依 我想问一下 阿依在遗族里面是什么意思呢 遗族很多姑娘就叫阿依阿嘎 因为每个姑娘就是自己爸爸妈妈的宝贝 孩子 宝贝的意思 宝贝的意思 前面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就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姓氏 因为我们遗族都分很多种姓 然后我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那这个阿依您好 那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的这套服装啊 是什么时候这个穿的服饰呢 因为这个的话 平时就是一般就有比较隆重的节日 就像刚才我们那个大屏幕上放了 就那种遗族的选美 因为我今年才满18岁 我还没打算去 今年还没去选美 然后有可能在明年的时候 就会参加我们当地的遗族选美 反正这个遗族服饰 就是在一般就是比较隆重的 节日的时候就会穿 你该去选美 太美了 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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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欢迎我们的这个 安依姑娘来到我们现场 我们也期待着 她在选美大赛能够取得好成绩 好 另外的两位我们也想认识一下 先从这边开始吧 您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丹巴的家荣藏族 我叫安布布姆 大家看这个服装好像颜色比较浅 但其实这是传统的藏服 对吗 好漂亮 这个藏服呢是我们平时 就是平常穿的那种衣服 好 谢谢 我们欢迎我们的藏族妹妹 好 另外旁边的这一位妹妹 她到底是来自哪个民族的呢 大家好 我是来自重庆有阳 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 土家族姑娘 我叫刘玉涵 土家族名字叫墨加拉姨 墨加拉姨 小数民族的名字特别好听 土家族说话的发音跟汉族的发音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区别 如果是爸爸的话就是帕帕 帕帕 妹妹的话就是阿妹 阿妹 那我们问一问 这个妹妹 你今天穿来的这套服饰是什么时候穿的呢 就是平常的时候穿的 因为就算是过节的时候 服装也是简洁实用的那种 宽袖子 宽裤裆的那种 好 今天我们节目呢迎来了三位美丽的姑娘 并且带来了自己民族的这个传统的服饰 我们真应该热情地掌声再次谢谢她们 啊